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大家好,我是清宇 以下为您介绍三条重要新闻 中共船南海聚集美智库手段阴险 美国直升机降落火星成功度过赴90度C第一夜 云南瑞丽疫情升温 全市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 自三月初以来 超过两百多艘中共船只以躲避风雨为由 聚集在牛二郊海域 对此,菲律宾多次表示强烈抗议 并要求这些船只尽快撤离 美国卫星发现 在过去一周 有一些船只驶离 转移到几英里外的一些胶岩 但仍有大量船只滞留在牛二郊海域 另外,又有45艘中共船只 占据了由菲律宾控制的中叶岛附近海域 纽约时报形容说 这些中共船只像不会离开的客人 而且越来越多 几十艘的船整齐聚集在鲸域海域 它们看起来并没有再捕鱼 而是在躲避从未来过的风暴 道导说 中共这样做是要实现外交上或国际上 无法实现的目标 有效地无视他国的驱逐令 美国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负责人波林表示 中共试图利用长时间的胁迫和压力 把东南亚人挤出去 这种手段很阴险 波林日前陈队自由亚洲表示 使用大批民兵船只已成为中国控制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的关键策略部署 菲律宾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皮奥三月初成发出警告 指这些民兵船只是中共占领牛二郊的前奏 就像1995年他们占据美激郊一样 卡皮奥对菲律宾媒体ABSCBN表示 他们首先说 他们只是在美激郊上建造了渔民庇护所 但现在美激郊是他们的空军和海军基地 菲律宾总统府4月5日警告中共 数百艘船只入侵南海 可能引发两国都不想要的敌对行为 并强调菲律宾的主权不容谈判 领土和专属经济区一寸也不会放弃 这是迄今为止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政府对中共发出的最强烈言论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 4月4日也再度发布声明 指控中共海上民兵继续驻扎在该地区 表明他们打算进一步占领西菲律宾海 随着中共在美激郊及主币郊的基地完成港口新建 中共已经可以在此停留多达300多艘民兵船只 并可以随时根据需要进行部署 这些中共民兵船具有军事功能 很难预料他们未来还会做出什么行动 可能会对南海周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另外中共很可能通过民兵船只收集南海相关数据 为建设海军基地甚至未来军事行动做准备 据美国网络媒体Better News报道 中共军方和其他文件表明 中共南沙群岛和新军事基地正在收集南海相关数据 以帮助中共在该地区的军事建设项目 纽约时报认为这些中共船只长期占据争议海域 有试探拜登政府及南海中边国家的用意 这些南海邻国依赖中共经济以及中共病毒疫苗的供应 时事评论人士恒和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下一步的行动取决于菲律宾和美国的态度 如果美非反应特别强烈 中共会退让 若对方示弱的话 中共就可能实施占领 美国直升机降落火星成功度过-90度C第一页 美国宇航局4月6日宣布 新创号迷你直升机成功在火星上降落 并度过-90度C的第一页 接下来它将挑战在火星上飞行任务 创新后是首次登上火星的直升机 重量仅1.8公斤 它耗置8000万美元 花了三年时间才建造出来 它的核心是一台微型计算机 被设计运行定制软体 并处理由摄像头和感测器捕获的大量图像和数据 创新后看起来迷你像直升机 但它不能在地球上飞行 它是根据火星上的条件专门设计出来的 它原本被固定在火星探测车 毅力号的腹部 于2月18日一同登陆火星 4月5日 创新号从毅力号的腹部降下 顺利登陆火星表面 NASA的喷射推进实验室发推文表示 火星直升机确定着陆 结束它跟着这架火星探测车的 4亿7100万公里航程 推文中还附上一张照片 显示异力号已远离着陆的 创新号和它的机场 创新号的下个挑战 是否能安然度过火星上的第一个夜晚 创新号此前是依靠 异力号的动力系统保温 现在它必须使用自己的电池 来运行重要的加热器 以保护机上零件 在火星寒冷的夜晚 免于冻结和破裂 在创新号落地处 夜晚最低温可达-90度C 它能否独自在火星上度过第一夜 至关重要 美国太空总署6日宣布 创新号成功度过寒冷的第一夜 这是一次重要的里程碑 NASA的喷射推进实验室表示 我们确认我们拥有正确的绝缘材料 合适的加热器 以及电池中足够的能量 可以抵御火星寒冷的夜晚 接下来 创新号将挑战 在火星上的飞行任务 它将是首架在地球 以往星球上飞行的直升机 由于火星大气密度 只有地球的1% 这使得直升机起飞较为困难 不过火星重力只有地球的1分之1 这有助减轻创新号升空的难度 创新号首趟飞行 将不会早于4月11日 它将以每秒1米的速度爬升3米 在空中盘旋30秒后降回火星表面 直升机在飞行过程中将拍摄高解析度相片 NASA计划30日内进行5次飞行任务 并逐渐提高难度 创新号的着陆腿弹性十足 落地时如果弹跳也不会折断 这架直升机使用的许多部件已经被微型化 以符合重量限制 这架火星直升机将把每次飞行的指令 与来自感测器和基载摄像头的数据结合起来 这些摄像头每秒可拍摄30张图像 告诉直升机将要去哪里 飞行速度有多快 并根据风速和其他危险等条件进行调整 NASA创新号直升机运营团队负责人 蒂姆·卡纳姆曾表示 我们从来没有在其他星球上飞行过飞机 卡纳姆说 每次进行飞行尝试时 我们都会经历恐惧90秒 因为一旦我们早上发出命令说起飞 这意味着我们发出了一大堆命令 然后我们就只能看着 再也无能为力 云南瑞丽疫情升温 全市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 云南瑞丽市疫情持续升温 不断出现新增病例 4月6日 全市开始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 网传瑞丽市开始动土建造方舱隔离医院 中共云南省卫健委4月6日通报 5日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15例 其中7例是中国籍 8例是缅甸籍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例 截至4月5日24时 云南省确诊人数66人 无症状感染者46人 均是在瑞丽市对重点人群和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中发现的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疫情 瑞丽市真实疫情可能更为严重 瑞丽城区从6日上午8点起进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当地已有三个高风险区 包括解告国门社区 团结村委会金坎 弄罕片区 仙客巷和光明巷居民小组 以及6个中风险区 金圣时代家园小区 瑞金露宏专厂 新荷兰湾小区 双卯村民小组 夏农安村民小组 和珠宝街老食品厂家属区 瑞丽市自3月30日起已经封城 网上传出的视频显示 警车在街上四处巡逻 拉人去隔离 市民们人心惶惶 网友发布视频还显示 瑞丽市开始动土建造方舱隔离医院 地点位于景城高尔夫小区旁的山上 从施工面积推算 可能要新建预千个方舱隔离间 网友还披露 目前瑞丽各个小区管控升级 连小区内的巷道都被封锁 每天都有居民被拉走 旁边的人都吓坏了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